大家好,进入了夏季气温高,光效强烈水分增腾的比较快 我们在浇水工作都会给它增加浇水量还有次数 那么我们要如何判断盆土是否浇透呢? 大多数花有的判断方法就是当这个盆底上面淌出来的水分就认为是浇透了 其实这种判断方法是错误的 因为有时盆土出现,绑绝缩成一团浇下去的水很快就会从盆壁或者是均略的部分流出 这样水分很快就会从底孔流出 而盆土的核心部分连一点水都没有接触到 如果这时给它停止浇水的话 那么这个三角酶的根式很快就会出现尾捏的状况 一旦出现了尾捏三角酶的失收功能就没有那么强了 慢慢的减弱,植株的叶片慢慢的出现发黄干枯 越长越瘦弱 严重的话就会出现死亡的现象 当我们给三角酶正确的浇水方法就是在浇水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土壤给它散松 把精裂的部分也给它填满 为了防止土壤出现绑结 在浇水的时候都会给它带上一点这种烟附和盐液 这种盐液不仅可以调节水质,而且它是一种微生物精进 在微生物的作用上有效的促使土壤团力形成 土壤在后期就会疏松透气 而且它含的酸性比较高,软化土壤 三角酶又是典型的水酸性花卉,刚好给它补充 不管是浇灌根部还是喷洒叶面有益无害 就能增强叶片的光合作用 比如光合菌,酵母菌,放射菌等等 就能增强叶片的光合作用,使叶片更加脆立 每次浇水的时候都给它带上一点 这样就有效地改良土壤 它是一种菌剂而不是肥 所以我们就放心地使用 不用担心它会引起肥伤肥害的一些问题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三角美的这一路 我们下期再见